大家好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天氣開始要有點變化了 不過我們先來關心美國 美國前一陣子是乾冷又很凍 現在來說的話 還是有些南風上來 所以其實各位來看在五大湖區這邊有些水氣 這邊會有一些雪 那另外一個就是各位來看 這邊有一個小的低壓 現在來說的話在舉行奧斯卡頒獎的典禮 所以這個會影響到美國的加州地區 鄭重捷進來 所以這個對於美國西岸來說的話 恐怕影響就大了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年是很少有在這個 在奧斯卡期間 在二三月的時候遇到一個 算是一個小的颱風 小的低壓的一個星期 那事實上西半部希望這個可以帶多一點這個雨勢 因為這邊來說的話 過去這一段子美國東岸是很冷的 這邊是很暖的 但是這邊又遇到這個極端的一個乾旱情況 那另外在我們亞洲的部分 就關心的是今年第三號的颱風 法西 其實這個颱風過去這一陣子在這個低壓 變成低壓已經一段時間了 但是在昨天 2月28號的晚上 終於被命名成為今年第3號的颱風 1965年曾經有過在二月份也有三個 所以這個是四五十年來 這麼早有的颱風 就是量是比較多 未來呢 它的路徑目前來看的話還蠻幸運的 對我們陸地上的人當然沒有什麼影響 大概是往北然後慢慢消 這個等於是說在 太平洋當中慢慢就會 減弱消散 不過呢還是要稍微注意就是說 因為這個代表這個附近呢 這個海水溫度就很高了 所以今年呢 恐怕防台的這個準備時間要稍微提早一點點 那台灣來說的話正面臨天氣的在轉變當中 相信你今天晚上 這個太陽一下山就感覺出來 事實上現在來說的話各位來看 北風已經成形了 風勢呢在北部慢慢在改變當中 中南部也會慢慢改變我們過去是吹東風 現在又要回到 北風的影響 東北積風天衣形態 他這個冷暖空氣的交界呢當然有一串封面 所以這個呢就是封面雲系在整個中國南方 預計他的邊邊齁等於是說他的這個後面那個些尾接對流雲系 尾巴的雲系可能會在台灣這邊 掃過去或是發展起來 今天越晚呢就要稍微留意一下這個雨勢 禮拜天呢上午應該就會被這個所影響 不過這個目前來看的話我們台灣不是落在這個 對流回波很強的這個對流區 是一個很散亂的地方所以雨呢可能是一陣一陣一陣的影響 不會很全面性不會很大 可以稍微各位稍微放點心齁 不過呢最重要的麻煩是說整個環境回到東北積風的形態改變了 所以特別是提醒你 中部以北的朋友 陶珠苗以北的朋友 還有東部 一定要留意這個整個環境的變化 又回到冬天了啦 今天沒有什麼地方有下雨 但是未來情況各位來看 這個高壓呢一直持續在這個地方 目前來看的話這個高壓會持續維繫這個 兩到三天的時間 也就是說到了下禮拜二高壓才會明顯慢慢的冬雨又會回溫 但是接下來呢下禮拜還有一波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那波也不會很強 一下子又過去 所以最近的天氣呢有一點像是回到春天 就是馬上過渡到 春天型的一個天氣 春天的特徵就是高壓一波一波影響 速度很快 跟我們冬天的時候高壓升下來 維繫一個禮拜不大一樣了 我們看一下雨區的預估 預計呢明天中部以北都會有雨勢 其他各地雲量會比較多 中部以北就有下雨了 不過看這個雨量來預估來看的話 山區可能比較多其他地方呢就是漂雨的震雨的類型 禮拜一有一點東北季風 一二東北季風 那禮拜三呢另外一波高壓又在影響 所以提起您要注意一下這幾波的一個變化 風的部分就是東北季風型的天氣喔 今天特別是今天 深夜越往夜你明天早上醒過來你就感覺像 都不一樣了 如果你再注意在北部的話都不一樣了又回到冬天了但是 這次不會特別的強 低溫來說的話可能下看14 15度左右 不過跟這幾天差別是很多了喔 中午的高溫因為這樣的一個影響 也會跌明顯下跌 大概20度的上下 所以我們看一下溫度的一個部分 大致上呢這次溫度大概就是 18 19 20 而清晨的溫度15 16度 事實上這幾天喔 這個清晨的低溫差不多是這個溫度 但是一下子就被打下去了 變成冰天的高溫 所以提醒你這幾天的這個反差落差很大 要稍微注意一下身體的變化那當然北部降雨的機率 就比較高 比較高就是但是也不是整天都下雨 正雨的性質 那南部呢都沒有受到這波 雨勢的影響大致上呢都還蠻穩定的請您好好把握喔 我們給大家一點建議 入夜呢北東溫降轉為有雨的天氣 週六就今天跟明天的兩天 反差很大 要提醒您注意事實際上身體狀況特別是年長者 還是要注意一下 東北季風行的天氣預計是直到週二 桌上開始回溫 目前來看的話整個心態就已經不是冬天了 是一種春季行的形態 春季行 氣象更難爆了 變動性也更大了 提醒你還是要多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順著環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作息 你們現在的總共有踏入